说到狗 大家大家看过一部番叫做犬夜叉不 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点是 当犬夜叉她开始暴躁的时候 她就开始控制不住的时候 然后女主各位她就只要说一个词 哦才就可以控制住这个犬夜叉 所以我当时就想说我特别想要 犬夜叉那样子很乖的狗狗 我当然也不能说犬夜叉她是狗狗 她是大妖怪 但是但是她作为狗狗真的很乖 只要跟她说你坐下她就会坐下 所以我就想说 哎哎贝极星哎等会儿贝极星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想说 如果说哪天贝极星不听话的时候 要怎么样才可以让贝极星变乖 变成变得听话呢 要 哎贝极星冷静贝极星 贝极星你醒醒啊 你冷静啊贝极星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啊啊啊啊 贝极星是不是因为太久没有见到我 所以所以今天特别的激动 贝极星已经 已经完全不受我的控制了 该怎么 突然让贝极星给冷静下来呢 想一想 think think 嗯嗯 来唱歌啊 那我这样子的话 我要准备好多好多首歌 画一个画 哈哈哈 数 数到三 但是有点凶 我们画一个温柔一点的 给贝极星一群 可是贝极星在那边 嗨嗨嗨嗨嗨 的时候真的看得到我 看得到我 给了贝极星一群吗 不一定不好说的 我还有棍子呢棍子就更不好了 棍子就更凶了 我现在看着来还是唱歌会比较好 那你们再封一封 然后我测试一下这个词有没有用 对我看看效果 对你们现在先封一封 然后我看看 封起来了封起来了 贝极星开始封起来了哈哈哈 贝极星 我要唱歌啦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迪亚瑞 最亲爱的 我准备一下哈哈哈 你们也冷静冷静哈哈